给来个红烧扇段 好嘞 这多少钱一份啊 鱼呢 鱼在吊里面去了 这还怎么做啊 捞出来是了 并不影响是吧 师傅这是个必须环节吗 不是 这是属于事物环节 我以为这菜必须要这么做 是这样子 照你这厨艺这是做菜多少年了 做菜啊 前天刚学的 怪不得 这个树叶也给我吗 待会儿 这树叶也不行 不行 这不行 腌一下就可以 腌两秒钟 哦 这样子 还得再烫烫吗 再来一下 哦 再来一下 哦 再洗洗 哦 这条就这么煮着 哎呀 这个做菜做的 哦 您 Madonna 哦 您就像这样 1天赛,云你能卖几条啊 1天我就卖个10,8条的 我觉得也是 多了时间来不及 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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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呦 三十八 两条大火扇 完美啊 一般吃过都说好吧 都说好 说不好的就这样了 说不好就这样 能给做两条完整的不用切段吗 不用切段 就只有两条盘龙扇一样 也可以 现在开始烧扇鱼 这加的是什么油啊 花生油 花生油 一百七十号的 一百七十号 神奇啊 来上一点江秋的大床 加上一点这个什么 四川的小辣椒 辣炒盘龙扇 扇鱼马上准备下锅 漂亮 弄成了那个小奶儿的照片 漂亮 好 再加上一点这个焦酱油道 菜素翻炒 加上这个 82年的山泉粉是吧 对 这就开始准备调料 炒饭老板这得烧多久啊 五分钟 五分钟 盐 味精 鸡精 就那么三样 多一样 少一样都不行 还得再出去的 说说一下嘛 会 这样的小感觉 哎呀呀呀 人子有鱼还在 哎呀呀呀 老板来一点白色小粉末 蜜枝小料是吧 蜜枝小料 加上 五分钟 就这样烧了 腊炒盘龙扇 哎呀呀呀呀 这有讲究的是吗 对 剩下的一切交给时间来处理 对对对 老板过去了九九八十一秒 对 好嘞 你看 老板做菜花里胡哨 啊 这扇鱼熟了吗 熟了 这是个汤菜吗 这个小伙手机 小伙手机 再来一遍卫荆鸡巾 老板为什么要加两遍调料 这个 鲜加的吧 是经验不足 后加的是普通味道 哦哦 是这样 好嘞 这就OK啦 漂亮 好出锅 哦呦 这么大个盆啊 嗯 漂亮 盆地都没有装满了 大菜用大盆 哦 大菜用大盆 这个大盆 哎呀 哎呀 这一个大鲜鱼 你看 哎呀 这漂亮啊 这个小感觉 你怕无敌了 来一口 哇 肉感紧实 哇 鲜鱼的品质很好 你别说啊 这师傅烧起来过程当中细寒酥 但是口味不错 这玩意儿老好吃了 挺好吃的 好吃